我姓孙在哪里的在太阳的阳 其实在你的讲义上面 也可以看到我的电子邮件 我的LINE ID 我的WeChat ID 都欢迎大家来跟我去做联系 我希望在20多年的中业电脑技能 然后也有了30几张的 国内国际的电脑建造 无非是希望说把电脑的应用 能够去做一些推广 请问一下 有时候我们拍照 拍起这一个照片 我们拍的结果 你看一下 这是一个接近正方形 可是因为如果我们今天用手机来去拍的话 可能会把它拍的变成四边形 就不是偏正方形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把这个影像内容呢 变成标准的正方形 这就是现在我要教你做的事情 首先我们要一起去下载一个APP 如果是iPhone的话 我写在这边 iPhone麻烦请下载 好如果你是使用iPhone的话 就麻烦请你下载这一个 QuickSkinner 如果你是安卓的手机 那就请你下载这个 FaceSkinner 安卓的手机 然后来去请你们下载这个FaceSkinner 好我现在要带你们做一次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第一件事情 我要我要在我的这个Play商店 Play商店这边点选 然后接下来呢 请在这个搜寻引擎 搜寻引擎 点选它去输入FaceSkinner Face的就快速控一格 然后Skinner 你的图示其实是一个扫描器 这是一个扫描器 FaceSkinner 好请点它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那个iPhone的话 它其实长得像一个什么 也是扫描器 但是它把那个QuickSkinner 就直接在那个软体APP的图示上面呈现了 请问有找到这一个图示吗 好了 那我现在就要讲说 这个软体 这个APP怎么使用 它就是要帮我们去把影像变成一个标准四边形 我现在就来动手做 首先当我今天我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假设我今天我拿了一个影像来拍照 例如说我现在举一个例子 我现在拿了一个长方形的影像 我来拍照 当我们在拍照 所以我就直接点那个照相机 然后去拍它 可是拍完的时候 也就是点一下这个 这个拍照按钮 然后接下来呢 点下去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 我刚拍的不是很好 重新再拍一次 你你有没有发现 它本来是长方形 但是它现在变成什么 四边形 而且呢 这边比较短 然后这边比较长 好了 我现在就直接点一下 拍照 拍照之后呢 它是不是会出现 出现这一个 这个图示 好 请把这个八个点 其实你只要动这四个点就好了 四个角落的这个点 请把它放到文件的位置 它就会等一下自动还原回来 变成一个长方形 那是因为我们的相机啊 有广角处理 所以它就会越远越窄 然后当我们调整好之后呢 我们当然就点选这个 打勾勾咯 你有没有发现 它就恢复回来 变成一个标准的长方形了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因为假设当我们今天去拍照的时候 我们难免会拍出来的形状 不是一个标准的形状 例如说长方形或正方形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透过 这一个Fastor Scanner 或者是Quick Scanner 来去调整 让它恢复变成标准的长方形 好 当我们今天调整好之后 打勾勾 然后看你要把它取名叫做什么名称 例如说 假设这一份文件 这应该是一个税的文件 我在家今天的日记2020-0616 好 我先不做Upload 可是我要做一件事情 把它就是贴到我的相簿里面 就是直接点 直接点我刚刚做好这个作品 那储存 储存 储存在这边点点点 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Save to Gallery 这是储存到相簿里面 好 所以要点Save to Gallery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个影像有没有放到自己的相簿里 相簿就是Gallery 所以点选这个相簿 在我的相簿里面 图集就可以看到刚刚这一个 可以吗 这就是刚刚我做好这份文件 我再示范一次 让你们去了解 其实这个APP 它使用价值很高 我之所以会这个APP 是因为说 每天我看 我的小女儿在整理她的文件 一张一张的奖状 就要拍出来 拍出来之后 我就说 不是拍完就好了吗 她说没有 因为这些相簿都变成T形 所以她来说 其实应该把每一张相簿 再把它恢复变成长方形 所以我们 我再举一个例子 不行 这都是各支 所以我举 我直接 直接做一张图 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下 我直接从那个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认识安卓系同学了 好 我现在呢 刻意的把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 稍微缩小 可是 它是不是还是维持一个长方形 长方形 对不对 现在就要麻烦请各位练习一下 练习一下哦 请你拍 拍这一个画面 拍这一个画面 好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那我们是不是要先打开我们的 这个FastScanner 这个FastScanner 请点它 然后 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要去 再拍一张新的图片 所以在这边我要点选这个照相机 点选照相机 点了照相机之后呢 你 像我现在 我去 我去 准备要拍这个 右边 这个部分 然后你在拍的时候呢 如果你跟它放平行 各位知道 什么叫平行吗 好 这样的话 它比较不会有广角的问题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你刻意的 刻意的把你的手机不是摆平行 甚至摆到垂直 你有没有发现 越上面越大 越下面的越窄 可以吗 这边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像P型 是不是变成一个像P型的一个图示 好 这是我刻意的 那你应该可以尽量控制到 拍成一个长方形 好 我现在我就直接点 点这个快门键 快门键 好 点下去之后呢 你有没有发现 这套软体它会自动侦测那种 接近长方形 的文件内容 好 然后你看 它现在是不是刚好就选到 我很满意的这个位置 只有这个地方 我觉得我想要再稍微调整一下 所以呢 我就直接把它稍微 在这个地方 调整一点 好 调整好了以后呢 我是不是就点这个打勾勾 这个打勾勾 请点它 好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文件是不是基本上 不要说百分之百的恢复变成一个像这样子一个形状 标准的长方形 好 然后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再稍微提醒你哦 这边有B&W 还有Photos 还有Color 甚至B&W2 其实建议各位不要选这边 我们还是要保留它原本的Photos 为什么呢 这个B&W就是黑白 就是它会把里面的颜色全部都变成什么 黑白的一个呈现 就很像扫描器 呃 影印机 影印出来的效果 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还是把它选择变成Photos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要把它储存起来了 储存起来 好 我们先打勾 打勾 那接下来呢 它这边是 Enter new document的名字 man 好 那如果说你今天你不做这件事 你不做这件事 其实也可以直接点它 直接点它 然后右上角有点点点 我们先把它 它一样save to gallery 这边 这边 麻烦请 储存到我们的gallery里面 这样子的话 点下去 我们记得 因为在iPhone里面都会放在相簿里 可是在安卓系统 我的手机里面 它分相簿里面有分图级 是放在这个图级里面 所以这个相簿打开来 然后要点选那个图级 图级在这边 这就是刚刚我做好的这一个相片 可以吗 那以上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 就是说假设今天你拍 拍出来的效果 不是等比例的时候呢 可能会被你的主管 或者是被别人看不懂 或者是看不习惯吧 或习惯就会产生一些误解 所以如何回复文件的原本比例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 而且这样看起来的文件会比较正式一点 好了 所以我们已经做了影像的去背 还有我们已经做了那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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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